总统在国庆文告当中 特别明白表示拒绝九二共事 而且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 现在就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共事 同时在整篇演说当中 总统总共提到了八次中华民国 二十四次的台湾 但由于今年是选举年 所以另外一位总统参选人 韩国瑜也在高雄拼场 也发表了他的国庆演说 在国庆演说当中呢 他特别提到 台湾人现在要的不是亡国感 而是安全感 那么台上现在这两位总统参选人 到底谁能够比较给台湾人安全感呢 而且很妙的是 韩国瑜今天演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后面的背板突然掉了下来 还差点砸到了韩国瑜的头 而且这个现场的人都注意到了 在这个背板掉下来的时候 背板上突然出现了两组神秘数字 只是这两组神秘数字 看起来好像都不太吉利 而总统在国庆演说当中 则特别提到 香港因为一国两制的失败处于失序的边缘 所以我们坚决的拒绝一国两制 而且中华民国台湾这六个字 不是蓝不是绿 是台湾社会最大的这个共识 但是我们来看在高雄呢 也有这个国庆大会 而且是20年来第一次呢 由高雄市政府主办的国庆升旗典礼 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骑海飘扬哦 也涌进了这个上万人哦 现场坦白说非常非常的热闹 只是呢这一场由高雄市政府花钱 所办的这场国庆大会 现场的民众竟然高喊总统好 高喊动算动算 变成了韩国瑜的造势大会吗 好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谁说韩国瑜的人气降了呢 现场的民众真的非常的热情 而且呢大家还争相的 要跟韩国瑜来拍照 现场呢这个高雄市政府 还用国旗呢蛋糕来庆生 只是呢哎怎么发生这种事情呢 韩国瑜也说到一半 我们看到这国旗的背板 竟然掉了下来 差一点砸到韩国瑜的头啊 而且呢这个眼尖的人呢 还有媒体就发现 这个盘板上呢 这个掉下来破了以后呢 背板经见神秘数字 一个神秘数字是48 另外一个神秘数字是73 韩市长呢当然也在高雄 发表了国庆演说 韩市长呢的国庆演说内容呢 痛批这个民进党执政 东厂仍旧在肥猫处处身 还说请问是谁 一天到晚拿中华民国和香港 而且他是讲香港特区政府 出来比较 还说是谁在总统就职演说上 对中华民国四个字避而不谈 台湾人民最需要的 不是亡国感而是安全感 还强调年轻人要进入的是职场 不是战场啊 可是呢这个韩国瑜在这个 呃演说当中特别提到 总统在就职演说上呢 对中华民国四个字避而不谈 马上被网友拿影片出来打脸 明明这个蔡英文在2016年 就职演说的时候 就有提中华民国啊 所以韩国瑜是又说谎了呢 还是这个幕僚实在呢 是太不用心了 连这个都查证不了吗 但是我们还是来听一听 今天英韩尬场的演说内容 一旦接受一国两制 中华民国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身为总统 站出来首位国家主权 不是挑衅 而是我最基本的责任 当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受到危险 我们就必须站出来捍卫 拒绝一国两制 中华民国不是谁的专利 台湾也不是谁可以独占 中华民国台湾六个字 绝对不是蓝色 也不会是绿色 这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 中华民国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当前我们台湾人民最需要的不是亡国感 今天台湾人民最需要的是安全感 是谁在抹杀中华民国的历史 是谁将 明镜长 是谁将拥有主权 军队宪法的中华民国政府矮化 把我们中华民国矮化 一天到晚 拿中华民国跟香港来比较 是谁在总统就职演说上 对我们的国号中华民国 这是不是避而不谈 而且今天很特别的是 他提到了台湾人民最需要的 不是亡国感而是安全感 他在这个演说当中 还讲了三次的亡国感 而且还花了不少的篇幅 来讲军公教被砍连金的这件事情 所以你怎么看韩国瑜的亡国感 跟军公教这一块 我先比较一下今天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谈话 我觉得今天的蔡英文总统 因为她是现任总统 所以她并没有用候选人的谈话 来发表她的国庆谈话 她完全真的就站在一个总统的高度 那韩国瑜因为是候选人嘛 所以她就用候选人的角色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因为这场活动是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用公堂办的 怎么变成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造势活动 台上还喊总统好还喊动算 这是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那今天蔡英文总统 如果你一定要从选举的角度 来看她的谈话的话 我觉得她达到了一个很重要目的 就是她在她谈话里面 把台湾派跟中华民国派 把她团结起来 就她的诉求是我要团结台派 我要团结中华民国派 因为这是一个中华民国 台湾这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其实类似的话她也不是说因为选举才讲中华民国 蔡英文在2016年当时在竞选期间 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在北平东路 也是她进种的前面的一场活动 应该是在选前一夜 她特别在台上有讲 她说中华民国爱中华民国 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专利 爱台湾也不是民主进步党的专利 其实当时她就在铺陈这个概念 就是中华民国跟台湾 如果说蔡英文这三年来 对于民进党支持者最大贡献是 我认为她很成功的把中华民国移植到民进党 过去你在民进党场子是看不到国企的 过去有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 或是说甚至一些民进党政治人物 中华民国他是讲不出口的 可是当总统 民进党籍的总统 用总统高度去讲中华民国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这个其实还蛮自然的 这个是她今天演讲很 就选举的角度来看是很成功的一点 反之韩国瑜 我觉得她今天演讲 我早上在听的时候 我有种错觉 什么样的错觉 因为我小时候我住的地方 隔壁有眷村 所以我很多小小时候玩伴是住眷村的 有时候会到他们家去玩 对就有点像那个当时我去的时候 可能是我同学的爸爸或是阿公 那一辈的那个老啤啤 他可能喝了两杯酒之后呢 白头宫女化当年那种feel 你知道我们到时候听到就是他怎么抗战 怎么剿匪 跟韩国瑜今天早上讲不是都一样吗 所以他今天花了大概超过二分之一的时间 在帮大家上中华民国的近代史 然后呢 其他的时间在干什么 我觉得他在制造仇恨 他就是挑起军公教 对蔡英文的不满 挑起所谓的这个深蓝对蔡英文的不满 可是韩国瑜你忘了一件事 你今天讲话诉求的对象 是原本就会投票给你的人 那些人你不需要再强化他们了 你就算现在的韩粉 我不管你是30%还是25% 就算他们的投票率是百分之百 你韩国瑜还是不会当选 所以他的问题不在于他今天早上诉求的对象 他的问题在于说他今天早上没有诉求到对象 可是他从他今天早上谈话 反而把这一群人推的更远 他的意思当然就是批评民进党在操作这个亡国感 但是追本溯源 请问亡国感从何而来 特别是年轻人为什么亡国感从何而来 难道跟香港的反送中没有很大的关联吗 有吗因为亡国感或是芒果干这个名词开始流行 其实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 在台湾网路开始大家流行起来了 好那请问在反送中这件事情 你韩国瑜的态度是什么 他从来没有面对麦克风讲过反送中的事 所有事情都是用新闻稿 唯一一次划完龙舟之后记者去问他说啊不知道不晓得 因为刚刚听鼓声听到头晕其他全部用新闻稿 这不是韩国瑜韩国瑜是对任何议题可以侃侃而谈的人 可是为什么他对反送中这个议题 他从来不愿意用嘴巴讲出来 那更别忘了他三月份走进中联办 中联办是什么单位 那难怪年轻人会有亡国感 会对你韩国瑜不信任 而且你到今天还在讲九二共识 我拜托韩国瑜跟国民党 现在已经进入5G时代了 请不要再用播接上网了 你九二共识我不否认 也许当时苏起创造出来的时候 在马英九的前一个任期 也就是前四年到五年之间 也许他在两岸之间扮演了某种角色 但是九二会谈是有 但是的确没有共识 可是大家仔细去回想 从胡锦涛的晚期 就是他任期的最后两到三年 一直到习近平 中国现在还讲一中各表九二共识吗 不讲了哦胡锦涛的晚期讲的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九二共识 习近平更加码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你到现在还在强调九二共识 那请问如果按照习近平的定义 九二共识叫一国两制 那一国两制还会有台湾还会有中华民国吗 也难怪很多人会有亡国感吗 因为你国民党到现在还在强调九二共识 问题是什么叫共识 今天我跟月圆芝有共识 安佑琪今天穿的是红色衣服 这个叫有共识吗 这个是事实不是共识 那如果我说安佑琪穿的是绿色的 我跟丁协尾有共识说 安佑琪今天穿的是黑色的吗 对如果今天我讲说 佑琪你穿的是绿色的 然后月圆芝讲说你穿的是蓝色的 我们就不会有共识了吗 你就不会聊天 她是正妹大家都有共识 你只要讲话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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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正妹是铁一般的事实 根本不需要讨论 国庆日在做好事就对了 一定要的好不好 如果说国共两党 对于九二共识的定义 都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共识 然后你一直在拿九二共识 一直在呼隆台湾人 那好 我觉得习近平也算帮了台湾一个忙 因为他今年一月二号谈话 就宣布九二共识寿终正前 可是你韩国瑜 你还在播接上网 你的资讯 你的资料库还没有跟下 还是说你的硬碟满了 新的东西已经装不进去了 你到现在还在讲九二共识 你不能怪大家有亡国感 这是你们自己找的 其实大家也是疑惑 既然韩国瑜讲了那么多次 拒绝一国两制 为什么大家都好像没有听到 或者是根本不认为 他真的拒绝一国两制 韩国瑜的问题吧 那今天因为今天是假日 我们也轻松一点了 你看韩国瑜这个 在这个倒数百日的那个记者会 射出第一支穿云舰掉在地上 然后今天讲到一半 背板砸下来 在这个选举里面 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忌讳 是一种忌讳 我记得我跟林荫的民调 第一天我赢很多 后来我输掉 那就输就输了 可是呢在第一天 就民调的前一天 我们一个里长 连一会会长叫陈木松 他自己开车 插两只中小平的棋 那经过那个林森南路地下道 那棋太高就勾到了 两只棋就掉到地上 那实在是很不吉利啦 对我来讲 那可是第一天赢了 我觉得那没关系 不要相信民心 结果是输掉了 结果说风水 好像也不得不信 你不是说你被做掉的吗 是嘛 不管被做掉是什么掉 我就是没有嘛 因为我们大赢嘛 风水告诉他 他会被做掉 所以风水是党主席好不好 就简单讲 他做几件事两岸 第一个他都不听我的话了 他现在再去香港一趟 你有跟他讲吗 我电子上他讲了一百遍 他还不听 今天你就到香港去 先道歉 我讲不知道不晓得 是对伤了这个香港的人的心 也让我们对国民党 保卫中华民国决心 丧失信心 你知道中国人有多么玻璃心吗 你叫韩国瑜去那里讲 你觉得可能吗 他可不可能 我没有办法控制他 他去就有可能赢 不去是一定输嘛 选举是想选的是选爽 还是选赢 我讲得够清楚了 好 然后呢 重申中华民国主权 而且要感谢香港 怎么感谢 因为香港是一国两制 那我们是一中各表 那香港地位 我们隔了一个台湾海峡 我们是个国家 我们有军队 有等等 香港的条件 比台湾对抗老共的能力 差多了吧 可是连香港 都认为是一个 经济动物的700万的城市 竟然变成政治动物 追求民主 那老共要花这么大的代价 那他就会评估 那搞台湾难一百倍 他就可能不搞你台湾了 不搞中华民国了 是要谢谢人家 再帮你打先锋 所以我们要更深远他 我这个逻辑就是 我的逻辑跟国民党都不一样 所以呢 所以今天 所以他今天的两岸的东西 你不讲清楚 后面的国阵什么 我觉得都没有意思 因为确保中华民国主权 我讲一个 我讲一个例子 玩13支 你有剃车 我有冲衫 大家各有武器 对中华民国的捍卫 他可以讲 听着没 听着没 不会玩13支 就听不懂 放一符你又嫁就没事 不要再装了 他的幕僚 我是他幕僚 我为什么建议他 我不会讲说 你从来没讲过中华民国 我会讲说 你上次讲了五次中华民国 讲了28次 台湾 你可不可以 讲28次中华民国 讲五次台湾就好 这个就攻击到了 这就是选举的概念 你今天 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不是台湾的总统 你为什么把台湾只讲了 讲了28次 而以前 以前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重点都不是在于嘴巴讲不讲啦 是民众看得出来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你以前到现在的这个态度 能不能够让老百姓信任 讲台湾或者讲中华民国 大家想的是 就像韩国瑜讲的啊 谁能 谁能够给这个人民安全感 这个才最重要吗 我再补起来 他讲他现在在打 他现在走错两个方向 今天的演讲 我也从头看到 第一个他发尸骨之忧情 再讲一些 这时候讲讲经国 这时候讲讲经国没有用了 因为你谈的 你既然谈的是未来感 你要未来感 不要王国感嘛 你未来感就讲未来的事 零到六岁国家养 郭董你的政界我来实践 我当了总统 然后这个这个产业升级 然后这个我们做政治 是帮经济服务 让人民过好日子 讲这个都是就是未来感 我要怎么怎么简单几条就好了 而他讲未来感 内容却是历史 这就是你知道 这个就不相称 所以和王国感 这时候再讲恐吓牌 以前国民党厉害是 经济牌跟恐吓牌 安全牌和平牌 可这个没有用了 时代变了 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讲一些新的玩意儿 才是正办 我觉得重点在 还是在于这个 现在我们要选举了 老百姓想的是什么 而且韩国瑜既然提到了 王国感 他当然必须面对大家的检验 他提王国感的时候 请问他三月去防 港澳生下的时候 进了香港的中联办 而且跟大陆国台办主任 来会面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到王国感 另外在香港百万人 反送中的时候 当时这个年轻人 都已经要开始 吃芒果干的时候 韩国瑜第一时间回答 不清楚不知道 后来说 这个龙舟的鼓声 让他头很昏 我的声明都已经发表 你们去看声明 然后过了三天以后 才在讲说 他不接受 这个一国两制 他还强调反对台湾独立 而且香港的进谋面法 这个被媒体问到的时候 好好好 我们有声明 看声明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再被问 四天后被问到 快步离开 这就是韩国瑜的态度 可是韩国瑜要选总统 他必须面对国际的情势 我们来看看国际的情势 对于反送中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 NBA的这件事情 NBA休士顿的火箭队总管莫雷 他力挺香港 结果中国的玻璃心碎满地 大骂NBA要NBA滚出中国 结果NBA总裁席尔瓦说 言论自由和包容性 就是NBA长久的价值 他坚决的拒绝对这个事情 来进行道歉 当然这个球员哈登的第一时间 说我们深感谢意 我们爱中国 后来到了傍晚的时候 也立即改口说 我力挺言论自由 我站在席尔瓦的这一边 好 这个是NBA的态度 他并没有为钱而低头 那更妙的是呢 香港灌篮高手的这个作者 锦上雄雁 只是到了这个脸书上 这脸书上呢 这个声援这个香港示威 他去按了一个赞 中国网友就崩溃了 然后就跟这个锦上雄雁说 永别了 以后我们再也不看你的书了 就算要看 我们也是买到版 这中国网友这个抵制的方式 然后另外我们看 中国网友还去各地的这个联农墙 去给人家破坏 去现场恰恰 可是也意外让大家看到了 原来现在世界各地呢 伸援香港的联农墙 是越来越多 所以韩国瑜如果未来要当总统 他难道不应该对这个事情表态吗 他到底是站在世界潮流的这一边呢 还是要跟中国站在这一边呢 好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昨天呢我们的来宾呢 特别提到了中国网友的玻璃心 怎么这么脆弱啊 中国只会要求香港人道歉 要求台湾人道歉 现在他还要求美国人道歉 今天他们还要求灌篮高手的作者 景上雄雁也要出来道歉 因为景上雄雁在推特上按了两个 支援香港的日本议员的站 这个中国的网友就要求景上雄雁出来道歉 灌篮高手要下架这个样子 当然他不是下架 他是说如果你不道歉 以后我们都看盗版的 这也是一种下架 反正不过他们原本就看到版了 这个不太重要 好 重点是 在这种状态下 他会形成一种很负面的氛围 那台湾年轻人就是强化 原有对中国的惩戒嘛 因为我们已经道歉 他无可再道歉 其实催出民众亡国感的是什么呢 是习近平今年在1月2号的时候的谈话 他讲的九二共事 然后一国两制 而且不放弃武力的这个决定 所以这样的做法 就会让大家怎样 会开始激起亡国感 再加上韩国瑜进了中联办 然后面对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第一时间说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 这样的态度 当然就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情况会不会让我们 亡国感的一律加深 因为你真的变成总统候选人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到支持韩国瑜 最主要的韩天集团 韩天媒体 人家的老板就是要什么 就是要一国两制嘛 而且当初还推动什么 无色觉醒的十条 还叫韩国瑜去签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你韩国瑜会不会把台湾 往一国两制的方向去推呢 会不会去协助中国完成 所谓的国家统一大业呢 当然我们必须帮韩国瑜说的是 他也有说他反对一国两制 但是这个反对一国两制态度 到底有多坚定 会让人家打个问号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很多网民呢 给韩国瑜取一个绰号 叫做韩式靠 那这韩式靠是怎么来的 因为韩国瑜在拜访美国的时候 他讲了说什么呢 他不是有讲吗 说国防靠美国 然后市场靠中国 科技靠日本 努力靠自己 所以这个话呢 就让很多中国的网民觉得说 那我们之前呢 做这么多订单给你 结果呢 你讲了一个看起来想要在美中之间呢 两边都讨好 所以中国的网民呢 就替韩国瑜取了一个绰号叫韩式靠 但这个韩式靠的三个字 真正的本质是在说 韩国瑜的态度呢 有摇摆之嫌啊 所以就变成说 那你现在的亡国感为什么会产生 就是因为到底一国两制这个立场 还有对香港反送中的立场 你是什么 民众搞不清楚嘛 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时间点 理论上 韩国瑜应该利用国庆谈话的时候呢 其实你应该好好讲一讲 结果这个时间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跟你很要好的媒体竟然说 你没有要特别去强调反送中这件事 所以你已经讲到很多次了 那对民众来说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嘛 他不是说我讲了很多次 是禁办发声明稿很多次了 对禁办发声明稿很多次 而且我还觉得 在这事情上面 他的国政团 好像在帮他怎样呢 在帮他做反服选耶 为什么做反服选 他的国政顾问团 这一位邱昆玄教授 竟然说什么呢 竟然在反送中这个议题上面呢 我们看到的画面呢 香港警察打爆人家眼睛 香港警察打到那个17岁年轻人心脏的位置 香港警察打人丢催泪瓦斯等等 结果他竟然是肯定说 港警很克制哦 你现在看到打爆眼睛啊 打人这些行为呢 这都是克制之下的决定 然后呢如果不克制的话 早就怎样 血流遍地 哎你讲这个话 真的有帮到韩国瑜吗 然后这一切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是什么 大家的亡国感声 是因为后面有一个 中国想要霸权统一的心态嘛 再加上中国又特别容易怎样 玻璃心泛滥 这玻璃心一泛滥的时候呢 你看动不动就要人家要发个声明 要表示怎样呢 表示道歉 或者要表示承认一国两制 或者要承认什么什么 那这个过去 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 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 哇 中国现在的玻璃心的状况呢 已经进攻到美国去了 之前都是台湾人踩到地雷 现在变成美国人也踩到地雷 而且踩到地雷的受灾负是谁 就是NBA啊 NBA NBA踩到地雷啊 现在呢 中国网民还告诉你说 NBA算什么 我没有CBA 在这个情况之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看到的是因为NBA 休士顿火箭队的总管总经理 他叫莫雷 莫雷 这莫雷讲了什么呢 他不过就在他的推特上面 发了一篇叫做为自由而战 跟香港站在一起 他其实就是要支持香港争取民主 争取真普选 那结果这样的一句话呢 哇 踩到中国的地雷啊 马上发动抵制 怎么样抵制呢 跟你火箭队有关的转播 取消取得中国代理权取消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连今天的什么球迷之夜取消 哎 这些情况之下呢 逼得什么呢 NBA也是火箭队的球星哈登出来讲什么呢 他出来说跟中国人表示道歉 但是这个表示道歉呢 就踩到美国另外一个地雷 美国一个地雷是什么呢 人家的原则就是信奉民主言论自由嘛 这个言论自由你看这个是NBA总裁 希尔瓦说的哦 支持莫雷行使言论自由 政治表达自由 不会为了莫雷的言论自由道歉 然后你也看到 这引起美国各界的反弹 所以我们看到 连希拉蕊都出来讲话 美国的议员也出来讲话 然后骂说什么呢 这个NBA有很多人为了钱 然后呢 去向中国低头 说这是可耻的行为 所以这个情况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弹哦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踩到地雷的还不只是NBA啊 还不只是NBA 我们竟然发现呢 连年轻人喜欢的电竞都踩到地雷 这是怎么状况呢 NBA踩地雷就算了 那这些玩电竞的年轻人也踩到地雷 而且这个呢 还是台湾也很多人在玩的 叫如实战绩 这个如实战绩呢 它背后呢 是一家美国的公司叫暴雪 那这家暴雪呢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他们本来有一个电竞的这个场合里面 有个香港的电竞玩家叫冲哥 那这冲哥不是黄世冲啊 这是香港的冲哥 那么这个冲哥呢 他在这样的一个转播场合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他戴上了看似好像防毒口罩面具呢 讲了一句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八个字一讲出来之后呢 哇 他相关的合作取消 不但取消呢还竞赛四年 所以他自己说他的损失哦 至少大概是什么 大概一到三万美金左右 但他认为呢 他因为这个活动 他一定要讲话 为什么呢 他说他受影响也不过就四年 但香港人受影响是一辈子 所以这个年轻人话讲的 其实非常的犀利也很直接 然后呢 遭到取消的还包括 哎连两边的赛评呢 都一起被解除合作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风暴 因为网友去看了才发现说 哦原来爆血这家公司呢 被中国的腾讯入股了 所以呢 他们腾讯呢 当然很快的遇到反送中的议题 赶快取消合作 但这一件事情呢 你知道一不玩游戏的人没有感觉 玩游戏的呢 在很多实况组都看到相关的讨论哦 所以在今天也看到什么呢 有一个也曾经是爆血的游戏 叫魔兽世界 他的首席设计师也出来讲什么呢 他说他不再支持爆血的游戏 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很可耻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样的玻璃心也蔓延到哪里来 从NBA蔓延到电竞来 那你说在这个时间点 韩国瑜还告诉你说 不要被王国杆绑架 正常人看到NBA的状况 电竞的状况 看到习近平讲的话 你不会有王国杆吗 你怎么看韩国瑜呢 用这个王国杆 来进行直球的这个对决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背板突然掉下来 结果呢 这个墙上突然出现了两个数字 一个是48 一个是73 有很多的网友说 天啊 韩国瑜大事不妙了 我们先从那个反送中这件事情 先看起来 那个全世界你有发现 现在美中贸易大战之外 连很多的对于一些制度上的东西 也在有一个反中的情绪 在那边酝酿在发酵 那你韩国瑜今天 你要出来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你中华民国总统 在这个世界潮流里面 在现在这个美中大战的过程之中 你要把台湾带领到哪里去 我就想说 韩国瑜今天讲出来 他的国际国务团 今天的两岸政治白皮书里面 他讲过说仇中害台爱自己 他讲蔡英文是这样的 那你把仇中放在前面的时候 大家就会质疑说 好 蔡英文仇中 那你韩国瑜是亲中吗 对不对 这个对比马上就出来了嘛 为什么 其实大家会想说 你韩国瑜在6月10号 大家记不记得 他从6月10号那时候开始 第一次就是说被龙舟骨声 震到头很温对不对 他说他已经发表声明 因为大家觉得他不够 第一时间人家在问你 这些反送中事情的时候 你进来香港情势的时候 你说不知道不清楚 所以人家在逼问你说 你到底你的态度是什么 后来他不是用了很强烈的 怒呛一国两制吗 他讲得很大声 他用三次说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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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my dad body 他那时候是这样讲 说台湾绝对不可能一国两制 可是你有发现 当他讲出来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对岸那个时候 所有的评论 对韩国瑜的评论是什么 大吃一惊 他就说你韩国瑜到底对中国 有多大的仇恨需要 下这种的毒咒 可是你看从那一次之后 你有没有听过韩国瑜对 一国两制 有直接的回答 没有呢 到目前为止 他看到一国两制 他之前是必答 后来是用声明的答复 可是我告诉你 你不能回避 因为现在年轻人 大部分的台湾人民 要看的就是你总统未来带领我们 这个是不是一个重点 10月1号 中共建政70周年的时候 你知道习近平当时的 发表谈话讲什么 他只提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 你整天把他动作神主牌 那个九二共识 中国从今年 今年开始年初 习五点的时候 就已经不谈九二共识 谁跟你九二共识 没有共识 现在你台湾要跟我谈的话 就是一国两制 就这样 所以当这个一国两制 他已经用了那种 蛮横的方式来提醒你的时候 你知道国民党前几天 针对这个习近平的谈话 他们也发了一个声明 他们讲得很好 他说国民党是不赞成一国两制 反对台独对不对 不过他也是提到讲说 他主张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好吧那你就去跟大陆挥 对不对 那你韩国瑜 你们老师是书齐 对不对 你的国政顾问团的首席 是张善政的 做过行政院长的 对不对 你有什么起草九二共识的书齐 你为什么不去问他说 这个到底要怎么讲 我到底要写一个什么书面 什么东西的话 你韩国瑜晚上没事睡觉之前 你不是说你会念心经吗 这一阵就是改成念这个嘛 对不对 你也知道说 在这个目前为止 剩下九十三天选举之前 这个问题会一而在 再而上一直在困扰着你嘛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写一个 说辞 对不对 你要因应说辞嘛 对不对 那大家又觉得说 你现在年轻人 一直在讲亡国感 好啦 蔡英文她现在在讲 亡国感的时候 说实在话 我之前年初我就讲过说 这场总统大选到最后啊 一定又是回归两岸对决啦 两岸关系的对决啦 对 你韩国瑜到那个时候 你还不是一定要面对要去讲吗 对不对 所以对于习近平这样 他已经告诉你 他蛮恨的告诉你说 就是一国两制 而且对你谈的话就是一国两制 那你 那个韩国瑜的态度在哪里 要不要说清楚讲明白 好啦那我们说今天国庆日的话 我是觉得说你一个高雄市长 一个地方首长 在国庆日的当时 你一直在炮轰政府 对你要选举没有错 可是你在这个场合的话 你要不要提出个愿景 你一直讲说 蔡英文政府是亡国感 没有安全感对不对 对 那我要听的也不是安全感 我要听的是未来感 你未来要怎么样 要怎么走 这条路要怎么走 我在蔡英文这边听不到 我韩国瑜这边也听不到啊 那我到底在想 所以现在很多选民 为什么陷入computs 就是这样 我今天要投票 实际上是选一个 最讨厌跟第二讨厌的人 道理就在这边啊 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这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告诉我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 好啦国庆日 你一直在炮轰政府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妥啦 你知道吗 而且我说实话话 他们现在穿这个国旗装 把国旗装穿在身上 当然那国旗装对设计者 这个我也认识 设计者会认识 对他是不公平啊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国旗装 你们这样穿在身上的话 你知道对多少人 造成多少压力 你知道吗 很多人只要在路上 看到一群穿国旗装的人 大家三里里呢 为什么 他们就真的寒粉来了嘛 啊他还要出张什么 就变成在社会上 造成一种恐慌 你知道吗 这跟以前东汉末年 那个黄金贼张角 不是一样吗 头绑黄金 就是要请欲造反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看到那个 而且以前张角 他是用的什么方式 你知道吗 他就是用法术咒语 去仇恨冲突嘛 告诉你说 你们这些农民要起来 反对这些权贵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杀身震天 他们那时候讲了一句话 叫什么 法如酒 就头发跟韭菜一样 对不对 你减负生 减了还会长出来 头如鸡啊 头像鸡啦 对不对 歌副名啊 他砍掉了 其他人继续喊 继续起来造反这样 所以利不必可畏 就是那当官的官吏不必可畏 对 小民从来不可亲 就是告诉你说小民 不用怕啦 冲啦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看 这个跟黄金碟当兔一样 你绑着黄金 跟现在穿的活旗装 不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真的是在场寒蟬效应 今天那不是 说韩粉刷来台北新北市 刷抗议要游行吗 跟侯友宜抗议啊 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我看到那一群人在那边 你知道吗 因为很恐怖啊 大家都觉得说 你那一群人在那边 好啦 那我再讲一些 今天国庆日讲一些比较好笑 刚才又齐就已经讲说 要我解解那个 今天那个国庆 那背板 这个真的好明显 48跟73 其实我跟你讲 就刚好这两个数字 7384这四个数字 在中国本来就不是很吉祥的数字 他回去俗语叫做7384 阎王不请自己去 对不对 所以有人讲说 我这一句跟你自己变的 你自己去网路查 对不对 输读的比我少就比较有 得分得分 48哦 当然有一些比较 三里夫覆盖国旗 有一些嘴巴比较臭的人 就跟你讲说48就是18 我觉得这个不要 这个太过分了 不过我是 依照我读宗教跟研究这个 这个武术素素的人来讲 我今天看到那个48一出来之后 我第一个想到是什么 是什么 益经啊 48卦 那叫做井卦 那个不用查 那个已经在我脑海里面 那叫井卦 井卦是什么 他告诉你说今天一个水井 破旧的水井 你要把它修复好之后 让人家可以来饮水使用 所以这个井你如果修复好之后 你是可以养人的 可是水井受限于 他没有办法去养一些牲畜啦 畜牧啦或者是 种植很大片的农作物嘛 所以只养这些人 所以他的格局是受限的 水井格局是受限的 基本上我今天看了韩国瑜 他国庆的讲法 还有跟张三任这一场直播 如果他仔细去看内容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战术 在反对他们的战略 简单讲 他的做法在打脸他的想法 比方说 比方说 你看他在演讲的内容当中 他其实诉诸难以 他这个他这一个 针对国庆的演讲内容是 平常讲格局不高 内容也不得体 国庆应该呈现的是 诉诸全国两千三百万人 团结 庆祝国家的生日 有威胁也是两千三百万人的外面 不是两千三百万人的里面 因为后面选举还有将近九十几天 你每天都可以骂 不用挑国庆这一天 把你要选总统的格局压低了 可是他既然选择这一天 采取攻击 他的内容很多都还用编造的 攻击蔡英文 目的就是要笼络蓝营的基本盘嘛 那你在念总统的时候怎么把 李登辉跳过就算了 也没有马英九 他在念法统啊 劳顺语他五五中 他没念啊 他就从 哇孙章山一直念下念下来之后 你仔细看他 他闪过两个总统 一个是李登辉 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也是国民党籍啊 好吧你对他的 这个想法不认同 你强给人家抱起来的那个马英九 对啊连马英九都忽略了 你又没有提啊 那你在想什么 然后同时出现的新闻是 韩粉觉得马英九 抱郭台银 抱得太亲热了 要开除 你去看 这两个就呈现出来 那你的战术 你的战略是想要 先把蓝营巩固 进而往上拉抬民调 可是你的做法 是你的幕僚太拥功 还是韩国瑜 根本不听幕僚的 真的他就跳掉了 你去看他讲总统的时候 跳过这个 所以我刚才听到原始讲 要直球对决 芒果干 芒果干啊 要直球对决 我觉得还是要呈现一个真实 你看今天国庆在演讲 整通篇大概韩国瑜花最多时间 就是骂蔡英文 那骂没有关系 时间不对以外 你要骂对 你讲说他就职点的时候 没有讲中华民国 人家只要两秒钟 就找出影像了 对 他还是照讲 因为他之前讲说蔡英文啊 不守主权 不讲国号 人家也是找出很多影片打脸 正常人 有上网会google的人都知道韩国瑜讲错了 可是他还在拼命讲 后来我才懂的一件事情 韩国瑜在欺负自己的韩粉 他认为韩粉只听他讲 不会去查其他资料 都不会查证 那你这是在浓缩嘛 你在塑造你的支持 叫做espresso 浓缩咖啡 蔡英文在泡的是美式咖啡 一直加 越咖越大罐 黑咖啡加奶加什么 你一直浓缩到最后 穿着国旗装 我对穿国旗装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你的自由 可是他穿国旗装 变成一个符号以后 你是往内浓缩 还是往外扩张 你现在是缺 穿国旗装的票 还是缺 不穿国旗装的票 你到底要浓缩 浓缩到最后 你的立委会被你害死 你看卢秀燕 今天在台中 也办了一个升旗 卢秀燕的厂商 有没有国旗装 卢秀燕总国民党的吧 现场有朱立伦吧 没有 那个场合 不会很刻意的 就图形这个标志符号 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直播 五个都穿 好不好看见仁见智 可是在选举的策略上 你到底是要扩张选票 还是内说选票 不懂 那至于他 里面乱讲的部分 我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说的 比方说他讲什么 民进党什么篡改历史 把大家的努力变成 民进党的努力 哪一个历史写这样子 哪一篇教材写这样子 在国庆是当天胡说八道吗 在国庆是当天讲到背板 都会掉下来吗 然后再来 里面还称对内部的分化啦 什么 最遗憾的是 那是高雄市政府办的升旗典礼 是公家部门的升旗典礼 主持人 动算 总统 如果今天蔡英文在凯道上面 不要他实际讲 下面有知识含着 蔡英文连任动算 会不会被骂 会 因为那叫公器私用 连公器私用 这四个字都守不住 还在跟我讲什么 要救国要什么 张三政更好笑 讲那个芒果菜是张三政 我觉得张三政 真的是 我以前我还蛮尊敬他的 因为我大概有一个 会期咨询他 我在0206地震 也跟他相处过 你怎么学坏了 跑到屏东 跟越来越像西瓜 跑到高雄 越来越像国语 你的经济表现 每一个数字都输蔡英文 张三政 你去看你当你秦政院长的时候 讲四小龙 拿讲金国时代的十大建设 你怎么不讲四小龙 在蔡英文努力下 我们第一次拿到四小龙的牌头 第一名 经济成长 那经济上不代表 大家都没问题 还是有些会遇到问题啊 所以我 他们今天整通篇演讲 你到底要诉求谁 不清楚 在韩国瑜的诠释起来 就是不是国民党的当选 就好像叫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了 那如果说蔡英文当选 就叫亡国的话 请张三政跟韩国瑜告诉我 蔡英文当到现在三年多了 中华民国哪里亡了 买武器保护国家 国际上尽量争取跟主流国家的合作 哪一件事情不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主权 所以在国庆日去讲这些东西 还在攻击仇庸 其实政党政治轮替 美国一个政党轮替 民主党的打包出去 共和党的进来 同样的高雄市长换韩国瑜之后 不管梅在新 陈建腾 高美兰这些人 我会去跟你讲 那个叫仇庸吗 那是你们的人 而且用来不一定是政治人物 连开招待所都可以到高节去了 那今天国庆日做这样的攻击 你如果未来就是拿这几个当主轴的话 OK尊重你 我们大家好好辩论 韩国瑜在演说当中 居然跳过了马英九 然后今天的这个李嘉峰 在出席兰英办这个 什么国庆活动的时候大迟到 然后你说明显也是要避开马英九吗 你们现在到底 到底要不要把党内的同志拉回来 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因为选举只剩93天 那我今天讲 今天下午的活动非常有趣 因为昨天下午马英九 他是卸任元首有李玉 所以他昨天下午的采访通知是 他今天下午会到的时间 是下午两点到两点五十五分 而我们知道 卸任总统李玉 所以他有交管 所以他时间基本上比较能掌握 而且因为今天放假 台北市坐在也不塞车 然后李嘉峰呢 昨天下午发的采通 是下午两点到五点 尤其我们都干记者这么久 我没有看过有一个人 可以大背告说 我采通一发发三个小时 你要叫记者在那边等你三小时 你懂得你是川普啊 如果川普来三个小时我等啊 好 结果呢 所以李嘉峰知不知道马英九 两点五十五分离开 知道嘛 因为采访通知都发了嘛 就你知道他几点到他三点到 哦三点到 为了避免被告 所以以下我用不夸张的语气讲 哈哈哈哈 难道这是故意的吗 哦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九月八号发生在三重 那个马英九被虚下台的事情之后 韩国瑜知道啊 这事情严重啊 所以呢 他在隔几天好像应该是一个台商的活动吧 还是里长领 反正就一个类似的 他韩国瑜特别比表定时间早到 然后呢 还去强爆了马英九 强行抱他 强行抱住他 强行抱住他 好 即使马英九一百个不愿意 可是因为以马英九那种教育成长的背景 他也好 OK 大家也就也就算了 还是心里如意 对还是心如意 也就算了嘛 对 结果那天只是因为马英九跟郭台铭见面 两个人抱了一下 我看得出来两个人抱是真心的抱 因为两个人真的是有交情嘛 对 那结果呢 挺韩的媒体 韩粉 你开始去攻击马英九 请问你们还要不要马英九的票 马英九怎么落水 至少五趴六趴的支持者总有吧 韩国瑜你现在是 我多不得减一趴算一趴 结果你是主动把那五趴六趴全部推出去 然后今天故意不提马英九 然后李嘉芬 疑似故意错开跟马英九到的时间 那请问你们到底选举 你们到底在选什么 李嘉芬你虽然叫加分 可是你不能帮韩国瑜减分 那请问你到底在选什么 孙大千说没在怕的 给他给韩国瑜一个月的时间 民调就会超越蔡英文 因为如果照中国时报民调的速度的话 一个月之后应该会做出来 会超越蔡英文 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 而且大同学超越何志伟 对对 这我一点我一点都不怀疑 可是我的我要强调就是说今天你韩国瑜做的所有的动作照理说要团结国民党候选人的责任最大 因为你要赢嘛 可是你今天韩国瑜跟你的韩粉所做的动作全部都是把再把候选推开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今天早上从电台出来的时候开车 想说奇怪前面怎么突然塞车 然后假日不会塞车 原来是一群穿着国旗装的人骑机车 那我一看就知道 那个是准备要去呛侯友宜的 结果呢 我看电视做出来的新闻 是有一个人骑着机车记者去访问 他就去骂侯友宜 那请问韩国瑜 你还要不要新北市国民党的选票 对啊 然后还要叫侯友宜接什么 主委 对你就不是把侯友宜的支持者都骂跑了吗 对啊 你当中侯友宜真的吃素啊 他他总有他支持者嘛 对不对 而且侯友宜说现在新北市一般来讲对他评价还还不错 那你你去骂你的支持者去骂侯友宜 那你不是相对的把侯友宜支持者给骂跑了吗 当然韩国瑜可以说啊这个不关我的事 不是我在骂侯友宜 问题是 今天这个韩粉的问题 这不是第一天 他已经由来已久 我们用一个选总统治理国家的能力来看他处理这件事情 证明你没有能力嘛 你没有能力去处理你的支持者嘛 甚至我都怀疑你在台上在暗示你的支持者 可以再激烈一点嘛 不可能啊 你听我讲完嘛 你想想看一个候选人在公开的群众长讲TNND 讲放马过来讲拎杯蛋里 你觉得支持者会不会加码 这是一个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 因为你对你的支持者 某种程度上他有点像一种 示范带头或是宗教上的崇拜 他觉得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是我们的leader 你讲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跟着做 而且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这是韩国瑜 你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可是你今天完全不管 你放任你的支持者这样做的时候 你说你要去诉求党内的团结 而且你今天讲话 还故意漏掉马英九 我觉得很奇怪 你现在照理说 韩靖半说要让年轻人看到真实的韩国瑜 这个是真实的韩国瑜吗 所以真实的韩国瑜就是不要马英九的票 没有没有 我我觉得原汁要回应一下 你们有个书面的 韩国瑜讲的没有完全照书面的 据了解你们书面里面也没有马英九 那就是故意的哦 你懂我意思吗 你们有个书面稿 书面稿里面没有李登辉也没有马英九 嘴巴讲的也没有李登辉也没有马英九 那除了这个以外 李嘉芬他说是因为错过高铁 所以才迟到一个小时 你知道从高雄左营站到台北 半小时就一班 没有没有 整点一班 二十五分一班 三十五分一班 五十五分一班 再来整点又一班 对啊 没有迟到一个小时的啦 你错过一班 十多分钟后面就一班 而且后面还有一班是直达的 只停台中过来就上来了 所以 为什么表定两点要到会到三点半才上台说话 然后错过了马英九 那 本来这单一事件不用苛责 你再加上他 他今天的演讲内容 把马英九拿掉了 对 那你那天报不就报得很假吗 你敢扑 是报得很假 真的吗 而且薄熙两个人感觉其实对马英九态度是一致 不是一致 是一致的哦 他们两个其实是一致的 那个决策圈搞不好就两个人 他们决策圈 原知识吉祥物 他不定会在决策圈里面 他只是吉祥物 他带来运气 他会用原知识聪明的 很吉祥物 那第二个我刚才听年后来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今天你去攻侯友宜 当然是逼他要团结 我从来没有听说团结就可以骂出来 可以用逼的吗 那侯友宜除了四百万人口以外 他的成绩在 施政成绩满意度是在前面 所以那个不是只有来民人在看 中间选民在看你怎么对待这一县市首长 所以卢秀燕他现在是说 我们就先拼市政 今天我们今天就是讲国庆就好了 朱立伦假议题 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个副手搭配的虚假议题 他们就直接把那个阵线放在那里 然后加上黄建廷 所以韩国瑜他现在问题就是 你到底你这些决策到底是谁帮你做的 就好像我们那个背板会问说 谁帮你黏的怎么掉下来一样 这个一定是厂商嘛 谁做的 而且那厂商 今天讲话的内容 讲稿 而且48跟73还黏的特别不紧 让学伟有那个挂象可以讲 我是觉得那个掉下来 偶尔这样掉下来没关系 蔡英文也曾经过有那个在桃园 风吹背板掉下来嘛 我觉得那个都不用苛责 但有一个人如果 这个初选民调胜出 红龙鱼跳出来死掉 然后呢 讲个追踪器就齐座裂掉 然后呢 去天后宫 党鱼可以抵车呢 还活着熏倒 然后那个穿鱼箭 百日要射箭第一支箭掉下去 那个党鱼有党政 民进党党政 没有没有没有 蔡英文也抽不出国运签了 几千分之一都八十五回来 船还会冒烟 当你做法让大家很难理解 这些穿着 我用穿着附会 就会变成乡也在谈的事情 当你够强的时候 这件事情你看去年 有谁讨论过韩国瑜 哪里跌倒啊 哪里水枪倒不会 可是现在哦 当你一个一个缺点被人家看出来之后 你连请假这件事情到现在 你说曾永泉说的 你为什么要听曾永泉讲 韩国瑜是高雄市民选出来 你要回避议员的监督 要闪躲总咨询 你要自己讲 你搞就知道要请假 你会可以公开讲嘛 你公开说抱歉 真的选举很重要 我请假市政委不会荒废 没有弄得很神秘 你何庭丸讲的跟谢荣介讲的跟叶元智讲的不一样 那你觉得作为高雄市民 或者你现在是议员 你稀不希望你的选民这样看待你 那这些东西都在扣分扣分扣分 然后你们告诉我们说 不会他叫请假开始 后民调就一冲飞天 我们记得比较快 那我是对这个天下杂志 这个网路民调这个比较有兴趣 之前那个眼见杂志不是说 那个县市长满意度排名吗 韩国瑜不是最后一名 那个时候天下跟远建是同一个公司的 是啊 所以他这次是在灌爆这个杂志社 什么你们搞错了 对不对 就不满他我就去给他灌爆 对不对 所以他也拼命灌 所以你看韩粉力量多大 对啊 所以韩粉力量 灌到86.5% 可是我跟你讲说 你韩粉是真的一定要靠这种方式吗 你看说弄那个什么国旗 写韩战啊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说 你每次都用那种强烈的字眼 对国旗不尊敬那也就算了 那你说你灌爆这个 其实我在讲一个故事 你不觉得这些韩粉很像在做梦吗 其实那个明代有个小说家 叫做冯梦龙 他写的一个故事很好笑 他说三个好朋友去外地旅行 对不对 晚上三个人就躺在一起睡觉 那第一个朋友他脚很痒对不对 他就拼命抓拼命抓 可是他抓错了 他抓到旁边那个朋友的脚啊 当然抓半天抓了半夜 一直养下去跟着止不了养啊 抓到连把人家的脚都抓到破皮流血了 对不对 他还拼命抓 那这个人就觉得很奇怪啊 他说奇怪我怎么脚湿湿的 一摸以为自己偷小便 以为是隔壁那个朋友偷小便 就跟他说你放在草席上 赶快出去外面小便 那个朋友也模模糊糊的 就跑去门口站在那边小便对不对 刚好隔壁是一间酒家 那整个晚上都一直有 倒酒的声音有没有 他就以为他小便没小完 就一直这样站到天亮醒来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寒本就一直在做梦 而且这个梦都是错误的梦 梦梦相连 对不对 就一整个晚上就一直在搞这些 有的没有的 好啦那你如果满足的话 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对不对 至少你在那边 至少别人也指养啊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不要靠这种方式一直来做梦 那梦总会醒吧对不对 像那个人站在那个门口的话 长到天亮的话 酒家散光了 没有人在买酒的时候 没有声音的你就醒啦 那你还能什么时候醒 对不对 那我之前也强调过啦 你如果可以这样一直持续做梦 那也不错啦 至少你把这个时间省下来 不要去出征别人 对不对 而且解少社会有问题 你自己满意就好了 而且这个对心理建设也很方便 也很好啊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找这个副手这个人选 我说实在这也是说 为什么会一直有这些联想 你知道吗 那我跟你讲 寒冰是因为现在才二十三四岁 还没到法定年龄 搞不好现在寒冰也变成他的副手搭档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说一直找一直找的 不要这样 我这样就一直强调 就是找不到人要搭你嘛 每个人跟你靠在一起的 只要不是你的家人的话 都是休公不太打破爱白 那谁谁要跟你站在一起 这就是你的问题困境所在啊 你找不到人啊 对不对 好啦那最后讲回来 讲到那个香港那件事情 我就跟你讲说 那个香港问题喔 这个他的一些自行团 幕僚真的是 讲任何事情你要想清楚啦 你举那个美国落成暴动 来比喻这个 美国哪有一国两制 笨蛋 香港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些 这些暴力冲突 或怎么样 就是这问题的根结 就在于一国两制嘛 对不对 你美国没有一国两制的地方 他当人觉得说你这就是报名 报名我就要采取强烈的活动 因为美国的他那个 那个军械那个什么 警卸使用条例 他的规定里面 本来就是可以开枪的嘛 他在危险危险就可以开枪嘛 所以他们那是很公正的 就是在依法在行事啊 那你把他套在香港上 香港就是问题根结 是一国两制啊 对不对 你就不是教我香港的基本法嘛 你就一直要改变我的基本法嘛 所以我就觉得 我的生活空间被剥削嘛 所以你这两个怎么混合一谈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喔 其实国民党现在很可怜啦 国民党明明就大于国民党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现在选举喔 几乎没有人在讲总统大选 都只是说立委可不可以 而且立委很可怜耶 从去年的86席这样 一直喊喊喊喊 人家是昨天喊价钱 越喊越高耶 那国民党喊到现在 只剩下40席上下 腰斩你知道 哪有一个党这么可怜的 越算越少 可是你看民进党好了 民进党现在喊什么 他不仅总统要赢耶 立委还要过半耶 对不对 光这两个人摆出来 政仗摆出来 气势你国民党 就输人家一半了嘛 那你还选什么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注定这个选举 已经要落一下风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你刚才讲说吴敦毅跟韩国瑜 走三圈喔 有两个 不是啦 是陪韩国瑜要把台湾绕三遍 绕三遍好了 那你绕三遍不是走公庙吗 那就是那个 你说一下 你办一个大型的招式活动 再连续办给我看嘛 对不对 你现在 就透露两个窘境嘛 第一个喔 吴敦毅带的韩国瑜 要去谢罪之旅 对不对 我先谢罪啦 到时候没有出征我这样 那第二个就告诉你说 国民党真的穷到 撞我整个人了 我没骗你啦 现在大企业募款 韩国瑜不是从以前 之前一阵子就开始 就那个 开放那些小儿募款嘛 对 我跟你讲这小儿募款 跟去年在韩国瑜 在选市长的时候差别 你如果认真去给他对比的话 差很多你知道吗 去年的话 每个人选支持韩国瑜 下面就放一张 收据汇款单 我去汇款了喔 我去那个喔 五百一千不一定 今年是怎样 今年是列出来都是写 唯一支持韩国瑜 可是你没有看到 那个汇款单 对不对 口汇时不至嘛 我都支持我 还是唯一支持韩国瑜啊 对不对 可能这一票我会去投啊 可是你要捐款 不用说 对不对 那你要大型企业也算 说实在 今天那个工商协进会的 那个会议有没有 马英九不去的话 这透露很大的玄机 这些人全部都是怎样 老板 工商协进会里面的 那个老板都是要 国民党的党员 你国民党的党员 你马英九至少也是一个 共主在那边嘛 你共主不去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说 你现在工商协进会有多少人 可以真的把钱丢出来 现在国民党真的是 而且你知道 民进党现在是 掌控的政府 那个政府机关嘛 对不对 他整个政治权力在他手上啊 我就跟你讲 他只要把你这些工种商种 大老板 对不对 企业界的 寿险业的金融业的 我都全部找来摸一摸头 喊话 我也不用叫你捐款 也不用干什么 我只说几个位而已 你们的需求 我全部听到了 我全部办得到 那你们至早就知道 在哪一边了吧 所以就跟你讲 国民党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现在 跟都快被民进党刨掉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说 韩国瑜 或者韩粉里面的状况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太讨厌民进党了 结果呢 反而因为这样子 而次数出征 最后呢 你把所有的人 全部得罪光了 所以 你在看韩国瑜的问题是说 其实 因为还有九十五六天 这样讲那有点早啦 不过 不过某一个角度来讲 韩国要再创造历史奇迹的几率 实在很低啦 就是民调一路只有 基本上除了七月 国民党初选 那种 那种因为特定时空之下的 拉回来到七十几趴 四十几趴以外 他基本上民调是一路往下走 对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止跌过 只是现在因为跌到实在是满低的 所以现在跌幅变小了 那个角度变小了 对 那韩国瑜唯一的机会 就是民进党要犯很大的错啦 嗯 除非民进党像去年一样 连续犯错给你看 犯错到大家受不了 那民进党你去年已经犯那么多错 他还会重蹈覆车吗 那反过来是今年每一次韩国瑜 或者国民党的犯错里面 你都无法收拾嘛 对 就说我们只要用一个很正常的角度去看 还去惹马英九 哈哈 郭台银都不选了耶 对啊 郭台银 还要把马英九赶出去 开除马英九 郭台银退党了 他基本上在这个 在这场选举里面一直在讲 你连你要争取郭粉 都来不及了你 你还去嫉妒 你嫉妒马英九跟郭台银抱抱干嘛呢 就脑筋正常人不会做这个事情嘛 所以马英九说这家媒体到底真韩粉还假韩粉 可是回来一句话嘛 国民党里面有谁现在可以跟旺董讲嘛 韩国瑜那边请旺董跟旺董讲一句话说 旺董你就帮帮忙 不要再写了 你下面不要再写马英九跟郭台银了 就让他冷却下来了吧 你连冷却都来不及了 你还在那边添柴火 所以我说这一段故事这一段的过程 这一年的历史 选举史 媒体 韩粉 韩国瑜 这三者之间的互动 他真的是经典 对 你大概很难看到说 台湾选举史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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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高雄有个电影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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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播了一个火口的二人 就是 请导演来拍 来讲他拍摄的心路历程 在整个典礼过程当中 就有人站起来呛声 他就质疑韩国瑜说 这个片子为什么在中国进播 台湾有言论自由在中国有没有 你韩市长要不要回答 对 虽然这个人选的时间 说实在话也不大对 你在人家典礼进行的过程之中 人家看起来当然会不爽嘛 理性的人会不爽 对 那可是 为什么人家会质疑你这个 也就是韩国瑜让人家觉得说 我最怕的就是你 两岸政策你到现在都没有讲清楚啊 对 对 那你要不要对中国 对岸 这个东西 每次都讲王国港王港 最近一直在提这个问题 对 那这个问题究竟 衍生到哪里 你韩国瑜的立场做出来没有 我一直讲说大家想要听的是什么 从你韩国瑜口中讲出来嘛 我就跟你讲国民党前几天对于习近平的文告 都已经有一大篇文稿出来 就是反驳的那个资料新闻稿出来 那个写的四评八文啊 你韩国瑜都可以拿起来用啊 对不对 那我也讲说你现在要请假这个问题 大家觉得说你请假没有错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附和市长的职务跟总统选举 对不对 啊说清楚你国民党内部里面包括曾永泉 都已经帮你把行程说我们16号17号 要去哪里夜宿要去干什么 要跟谁座谈 都已经讲出来了嘛对不对 那你现在问你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欸我们还没有收到驾单 我们还不知道 我就跟你讲说你为什么每次这种事情 让人家回应啊 我说实话你们全家者 一家子人 整个竞选团队喔 一直在得罪媒体 那天那个百日造势有没有 你到底要不要邀请媒体来 那 sng 车要去拉线要去干什么 你不是驾人知道喔 对不对 你不是要射穿云舰吗 那为什么你等到那天早上一大早才告诉人家 九点多才告诉人家说 欸我们中午要去那干什么 对 哇那个所有电视台的那个主管 真的说实话 我们以前开过编采会议都知道 像我以前早上八点半就要在采访中心开会 对不对 我在开始指示说今天有没有新闻 你要报过来之后 我们要派 sng 车去哪里要干什么 你让记者整个新闻团队这样 叮叮叮叮叮叮叮 重新来过一次 对不对 我 sng 车可能 那天如果倒霉的 有的电视台比较倒霉的时候 你 sng 车去台南去冰冬去哪里 突然间你九点跟他讲说 我中午有这个活动 那 sng 车又要从哪里开回来 对不对 那开车又不就只干你这个干事 那红单一定要负责嘛 对对对 超数货干什么 所以就跟你讲说你这样一团乱 目前你已经选战剩下92天了 对对 那你到底你有没有一个团队 告诉人家说 我今天真的是宣誓我就是要选举 要开始竞选 对 我是建议啦 你大概 我们这个年假结束之后 大概下礼拜二礼拜三 你就在市政 市政总咨询里面 你就干脆跟议员报告说 我决定请请假 甚至请辞也可以 我说实在话 请假真的是最老的 对对 展见决心嘛 我在讲一篇 我就跟告全国同胞说 或者告高雄市民书 对对对 我觉得不得已啊 对我有更大的 远大的目标跟理想 我要去追求 我要去实现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今天要 回去我当初的承诺 我要请假或者是请辞 啊 顺便把你的代理人找出来 看是叶光石或李四川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的高雄市 在这边的处理的人 对对 你就写一篇文章 就告诉人家 直接了当告诉人家说 我就是要去选总统啦 反正我说实在话 你请假请辞 痛都是会痛啦 对你的选情 都是有影响的啦 那你不要让他发笑嘛 你一次说清楚啊 对不对 现在大家又要 你到底是要请假 还是要请辞 还是要做什么 搞不清楚 对对 那我就跟你讲说 你现在肇事 现在全部都李嘉芬在帮你跑 那你韩国瑜好啦 你如果正式请假之后 接下来我就要看你 跑的这些场合 对不对 你不是台湾 要给他洗三人 对不对 你洗三人 我跟你讲喔 你如果嘴巴没有 还是没有管好嘴巴的话 你不管台湾转几圈啦 我跟你讲 你多转一圈 多到一个地方 多讲一句话的话 真的是多失分而已啊 嗯 所以你要选战 九十几天了 到了对不对 你说你有冲选举的决心 或者干什么 可是我说实话 大家也不用期望太高啦 我真的我不是在唱衰他啦 我说实话 你有沒有看到民进党到现在 很多事情 他他现在没有 你有看过民进党在打韩国瑜吗 已经没有 还轮得到民进党出手吧 你知道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打都打谁 打柯文哲你有沒有发现 他矛头是对了柯文哲 柯文哲不说他要算啊 为什么要打柯文哲 就告诉你说 你韩国瑜的选情 大选已经结束了啦 对对 孙大千说未来一个月 一个月后你们大家看的 他民调会赢过蔡英文 那你说你 你孙大千讲说 你要赢过蔡英文 那你要告诉我有个契机啊 我就跟你讲说 你是要把韩国瑜重新包装 还是要你整个改变 你就搞不清楚 孙大千就搞不清楚 你韩国瑜的危机 从何而来嘛 你都永远不了解 他的危机从哪里来的话 说实在话 你要怎么去改变他 你要怎么去把民调赢回来 对对 我们昨天也在讨论说 他可能或许在民调到最后 大家蓝绿归对的情况下 韩国瑜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 他现在还没有表他要支持他嘛 对 或许他可以争取的空间 会比较大 蔡英文民进党的支持者 已经99成左右的人都在支持他 他争取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韩国瑜如果能够把这些泛男的 可是我说实在 他现在天天在打马 天天在修理朱立伦 对对 郭台铭那一块 他又没有想要把他要回来的那种感觉 那你说实在话 你这些知识男精英男 还有我们讲的经济男 这些东西的话 你要靠什么把他拉回来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越来越没有自信嘛 对对 你今天好啦 大家讲说你韩国瑜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那天从那个 工商建营会那件事情的话 其实大家都没有看到一个美工 工商建营会的话 很多大老板 他都是在国民党党籍的 照理来讲 那是每次选举到的时候 包括募款 包括团结 工商界要全体动员 基层动员最大的问题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那天发出900张请帖 席开几桌 几桌 来的几桌 38桌 对 而且38桌里面有三桌 是立委候选人 所以实际到的多少 这35桌 300几个人而已 那些每一桌都是那个 我就跟你讲说 对啊 我就跟你讲说 你韩国瑜的那个起手式 我今天要正式起跑了 要宣誓要参选 用力选了 努力选了 可是你的大金组 大条啊咖 工商界 之前我不是讲说工总商总的选举 都已经出现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电子业 金融业 营造业 里面的人士 转移都已经在变化了嘛 那现在工商界营会这种 本来是你应该最蓝最铁的人 帮你动员的人 你看以前马英九 每次出来照射的时候 诶 那个盛况工钱 你这次呢 对不对 好几任的以前那个理事长 都没来啊 连战也没来啊 蕭文藏也没来啊 连战跟蕭文藏是 在台湾工商界里面 国民党的关系最好的嘛 他都没出息啊 就表示说你看 来三百多月 对不对 就表示你的钱都没了 对 你选举没有钱啊 对不对 没人要把你抓 要扣三百多月来 你要选立委 要选总统 所以我就跟你讲 好啦 接下来你就看 吴敦毅怎么帮你啦 对 说实在话 吴敦毅 他带着你这样走的话 是不是真的是在真心 帮你选总统 还是他要帮他布局 他的立委选情 还是他的政党票 这个说实在话 到时候我们就会见真章 其实讲起来蛮容易啊 你说一个月之内可以翻转 也可以吹牛说 我十天就可以翻转 如果用对方式的话 问题是 韩国瑜就是韩国瑜 他没有任何特殊的条件 那刚刚那个彭孝雄说 彭孝雄说 你加分是 哇 不得了的政治世家 我们今天选的是韩国瑜 对 韩国瑜是什么 对 好不好 这个比较重要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彭孝雄意思我懂 就是说 当韩国瑜要当总统的时候 你能够有自己的主张 跟自己的意见吗 对 所以这个才叫问题 因为你知道吗 一个人是什么 你不可能说他太太 可以帮你这个完全化妆 或者什么包装 那都是鬼扯的 你知道吗 刚刚讲了很多说 他的竞选总部已经成立 然后各个角色已经就位 关键是 那些人 就位的人 是个什么等级的人 我常常说 一流的领导人 用二流的幕僚 二流领导人 用三流的幕僚 三流的领导人 用不入流的幕僚 请问一下那些 就位的人是什么咔 引用他们的话 另外就是说 他说早知如此的话 他就不选了 我记得讲这个话以前蛮久的 我那时候讲 never too late 当时就可以退出 你现在还可以放弃 因为还没有登记 所以这种话不必讲 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 其实没有意义 你今天就是因为你拿到这个 而且他到美国去 他很兴奋他到美国去 那刚刚我们教授说 他要谈什么 没错 我认为那几天休假 没有行程 在家是准备功课 因为苏起可能帮他 准备了一些提库 因为苏起的英文很好 可以帮他准备提库去应对 而且我觉得他 非常期盼美国之行 因为这是他一生中 一生的职业生命中 最高的荣耀 中华民国的总统参选人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去美国访问 在他这一生中 他什么时候有这么风光过 所以我觉得他 当然期盼那个 但是要怎么表现 不知道 然后我们常常说 台湾的前途有 2300万人决定 少来啰嗦 其实台湾的前途 就由美国跟中国 两个老大哥来决定 所以他到美国去 当然要面试 那事实上他又摆脱不了 他后面那个亲中的色彩 所以他现在在那个中间 你怎么样去应付 美国人的问题跟挑战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说到美国去 他当然没办法说服美国 然后去动员 然后去募款 美国的侨舍 能够募出多少款 请问一下 大家都在美国待过 那个美国的留学生也好 学人也好 或者华侨也好 是非常小气的 你说像当年 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时候 那种样子的 去这个满街区募款 那个时代已经不在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动员 请问下一班飞机坐三四百人嘛 有多少班飞机可以坐两万人回来 所以这个动员根本是乱扯 或许他们可以告诉你 台湾的家人去投他的票 这个有可能 但是还是有限 因为你这个候选人本身 在这里的一千九百万的投票的人口中间 印象是什么 如果大家到现在没有改变说 他的讨厌度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去动员 那像昨天下午 那国民党不是特别 特别帮他安排了一个什么 动员的大会 国民党特别的 马英九 吴敦毅他们都在 而且马英九讲三分钟的话 就等他发言十分钟 结果他迟到啊 马英九前脚走了 他后脚才到 如果他是不要跟马英九同台 你就摆明了嘛 就不要 我不屑跟他同台 不用这种样子 就是说大家在空一个位置 在等他 等他演讲 他最后赶到之后 马英九前脚走 他后脚才到 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说 你选举是你自己在选举 不是马英九在选举啊 所以你自己在这边 给人家那个印象就是说 你又迟到 然后为什么两个都是这样 所以这种问题是他自己存在 而且看起来好像 不是马英九比较生气啊 是 好像是 韩氏夫妻对马英九的意见 比较深啊 看起来有点像 是这样吗 看起来有点像 因为否则的话 他身边的那些 那些 调啊咖 不会骂说 国民党的来水怎么养出这种咖 其实你知道吗 调啊咖或者身边的人讲的话 通常就是主帅的想法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 因为以前那个 许水德当国民党秘书长的时候 你知道 因为我跟他蛮熟 然后呢在中央日报 所以常常可以直接就到秘书长办公室 然后跟他聊天 我发现他讲的话就是李登辉的意思 我说为什么你讲的都是李登辉的想法嘛 所以后来很多记者要采访李登辉 采访不到 我就跟他们说 你就直接去找秘书长 因为他讲的话就是李登辉的话 因为你做一个幕僚或者部下 你当然是宣扬你组织的意见嘛 那当组织不愉快的时候 我就帮他出气嘛 你在想很多时候 金普聪当年做很多事 是不是在帮马英九打这些人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 这个竞选总部你成立也好不成立也好 你刚刚说成立 没错 店一开就要花钱 跟流水一样 那你今天想要说 靠这些募款来花钱 没有 你上次募了一亿多 你这次大概募不到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家有钱 对不对 你刚刚讲的政治世家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家刚刚讲到张荣卫 是他的拜把兄弟 如果宋楚瑜要出来选 记不记得宋楚瑜去看张荣卫 张荣卫还跟宋楚瑜下跪 还记不记得那一幕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说宋楚瑜也出来 然后韩国瑜的情势 没有拉起来的时候 地方派系就会走掉 所以这种东西不要太现实 但是不要认为说 一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跳起来 孙大谦昨天吧是不是 郭台铭不是在桃园有一个国旗屋 听说孙大谦就赶到那个现场 去凑热闹啊 啊 孙大谦他不是韩国瑜 竞选办公室的不执行长 他就跑到郭台铭的国台屋去凑热闹 刺探敌情 所以换句话说 政治你知道尤其选举 各种样的 这个敌我不分明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搞不清楚状况 有时候去刺探敌情 就是刚刚学文讲的 都有可能 但是你是明明白白的 韩国瑜的这个 应该是大咖啦 那什么五点声明就是他写的 然后能够号称说一个月就可以追评 你用什么 我没有意见就是说 当然可能原职是非常优秀 可是我就讲 你的这些竞选总部成员 这些人的 到什么 不能讲 到什么 数值 到什么 是个什么咖 这个才是关键 现在只有小F4 没有大F4 没有马英九 没有朱六六 那种大咖 卢秀燕 侯友宜 那个什么F4 还有就是 昨天的工商界演会 前天的工商界演会 工商界演会 我想小平讲的 我其实跟他们也蛮熟的 你知道那里面的 因为他们叫YPO 就是年轻总裁 你知道 都是事业很有成的那种 而且他们是真的非常亲国民党的 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参加 因为是那个理事长在邀请 我就坐在首桌 那后来郝龙斌来 我就说 你怎么来了 我还问郝龙斌 郝龙斌说你搞不清楚 这是我们的关系企业 是国民党的这个很亲的组织 昨天那种情况的反应不热烈 所以你已经看出来非常明显 你要募款也好 你要动员也好 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所以如果真的说一个月要翻盘的话 要很卖力 那吴敦义带他去什么平民土地之旅 如果今天吴敦义的民调声望很高 当然有拉抬作用 请问一下吴敦义每次民调的声望 比他低多少 叫朱立伦带吧 票多一点吧 是不是 所以 不要再搞朱立伦 不要再搞朱立伦 你知道吴敦义 我只讲方法 成不成他自己努力 我已经说了 只要吴敦义在位之一天 朱立伦永远不可能去翻上台面 永远输不了头了 对